大家好,我是魔法创作师,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 不管衣服多脏多晃,往水里倒一碗榻,简单泡一泡,轻轻一搓,就能立马干净,和新买得无差别,省钱又实用。 这句话,您可能听起来觉得有些夸张,但是确实有一种简单的清洗方法,可以轻而易举地,将衣服洗得干干净净。 我也是屡次实验过后,在决心将其分享给大家的,而且使用的低价物品,很容易在家中找到,赶紧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。 看看我这衣服,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,那这件衣服是不是算费了? 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呢,太多了黄字和汉字,特别是衣领,袖口和前胸,腋下等部位。 尤其是小孩子经常吃东西,小手一抹,衣服上一擦,油渍和污渍更是到处都是,更加难以处理。 尽管现在市场上,有各种洗涤用品,有许多洗衣机具有完整的功能,使用普通的洗衣粉或洗衣液,依然很难将这些污渍清洗干净。 洗后的衣服看起来仍然黄黄的,今天就教大家一个,清洗各种脏衣服的小妙招,五分钟洁白如新。 这种方法呢,是用一碗自制清洁溶液。 这个清洁溶液呢,可以有效地去除衣服上的污渍,而且呢,非常方便,一起往下看。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些材料,准备一块肥皂或香皂。 用刀刮成小块,放入容器中,这样有助于后期溶解。 众所周知,肥皂去除污渍的效果是杠杠的。 这是因为肥皂分子中,含有一种叫硬脂酸钠,这分子易溶于水,并且清水增油,虽然陷在各种牌子的洗衣液。 层出不穷,但有些东西,不得不说还是老的好用。 肥皂泻的用量,根据您要清洗衣服的用量决定。 衣服多就多加一些,其他东西也是如此。 接下来呢,我们再准备这种可食用小苏打。 同样地加入少许小苏打。 跟着再加入少许的食用盐,家里常用的就行。 最后准备一瓶花露水,加入少许在里边。 好了,就这些东西,简单吧。 接下来,我们准备多一点的温水。 倒进来,温水有助于里边污渍的溶解,清洁效果会更好。 现在,再用工具,将里边所有物质搅拌溶解。 这样神奇的清洁溶液呢,就调配好了。 看似简单,可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哦。 每次洗衣服的时候,直接把这碗水倒在衣服上。 浸泡半个小时,用这个洗衣服, 能把顽固难以清理的污渍呢? 清除干净,不幸,接下来我们就来实践实践。 直接将这款溶液倒入脏衣服当中。 再加入足够多的清水。 水量足以浸泡衣物就好。 然后,我们下手揉搓一会。 揉搓出少许的泡沫。 看看,轻轻揉搓两下。 很明显的脏东西呢,就跑出来部分了。 现在,我们把比较脏的那一面向下。 这样呢,可以浸泡得更加彻底。 好了,现在就将其浸泡三十分钟。 然后呢,我们再来看看效果。 时间到了,我们来看看。 哇塞,我基本看不到刚才脏脏的痕迹了。 水也明显变得浑浊了。 现在我们只需要轻轻的。 搓一搓衣服就非常的干净了。 之所以这样配置的溶液。 这么有效,是因为小苏打和盐是碱性物质。 所以它们可以中和酸性物质。 例如汗字,红酒字的,从而达到去除的效果。 还不会对衣物造成损伤。 而且小苏打呢,还是实用级别的。 用起来也非常安全。 加入肥皂。 肥皂可以增加泡沫的数量。 从而提高有效清洁范围。 如果使用肥皂,建议选择无添加剂的天然肥皂。 而食盐中呢,含有氢离子。 氢离子会抑制洗滴剂中的漂白成分水解。 用淡盐水泡洗衣物,可以顾色,具有防止衣物褪色的功效。 所以这款溶液清洗彩色衣物呢,也不用担心。 花露水的气味呢,比较清新。 现在天气炎热,蚊子也开始活跃起来。 这样洗过的衣服上面呢,不但留有花露水清香的气味。 而且驱蚊,花露水里面的成分呢,还可以驱赶一些蚊虫,防止蚊虫靠近。 现在我们冲洗过后,明显地看不到任何的污渍了。 接下来,我们再换水将其漂洗干净。 那就可以了。 由于这种清洁溶液中呢,不含有化学成分,因此对皮肤和衣物都没有任何的危害。 通过使用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清洁方法,我们可以轻松地去除衣服上的污渍,让衣服焕然一新。 同时,这种方法呢,还非常省势省力。 此外,这种方法还可以节约开支。 因此,因为自制的清洁溶液,成本较低,一次可以清洗多件衣服,非常实用呢。 看看,漂洗过后,是不是更加地干净了呢? 效果肉眼明显可见。 总之,使用自制的清洁溶液,来清洗衣服,是一种非常简单而有效的方法。 可以去除衣服上的污渍,让衣服恢复亮白,而且适合各种衣物。 同时,这种方法呢,也非常方便。 食用和经济,非常适合在家中进行衣物清洗。 学会了之后,你也赶紧试试吧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内容呢,就分享完了。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,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。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 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。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。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 每天呢,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。 别忘了关注我哟。 感谢您的支持。 我们下期再见了。